我們講說新冠肺炎 對攻擊倒是肺 怎麼樣顧肺 飲食上注意的地方 有些營養素其實對他們有幫助 其中一個營養素叫維生素D 那剛好呼應到我們中國人養肺 譬如說我桌上的裡面 一個是白木耳 一個蓮藕 一個荊棘 那白木耳它有個特色 就是它維生素D含量很高 如果說我們平常用白木耳 去養護我們的身體 因為它非常平價 它本身這維生素D 能夠幫助我們免疫力 能對抗一些病毒的感染 那再來蓮藕本身含鐵枝 那蓮藕它白色也是潤肺 也是有幫助的 那為什麼加荊棘 因為荊棘裡面含很多 所謂的類黃酮 那這些類黃酮其實就是個多分類 有些多分類 目前有些研究室發覺 多分類對預防或是說 讓重症變輕症其實有幫助的 那所以我把這三樣東西放在一起 讓大家變成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防腹的偏方 那很簡單 我們可以把白木耳跟蓮藕片 先把它切碎之後 放在電鍋燉 只要燉外面外鍋放兩杯水 兩杯水的話大概40分鐘 燉好之後 我們可以放在我們燜燒罐裡面 然後我們再放一個荊棘放進去 我們荊棘不要一起燉 一起燉的話 它味道其實會走味 比較苦 所以只要放上去把它燜 燜了之後就像這一杯 這個潤肺的 這就是白木耳還有蓮藕片 再加上我們的荊棘 那目前它其實不管是對我們肺 其實很好保養 那甚至連P1 2.5的話 大家可以試試看 每天喝喝看 其實這是非常評價的 這個頭感好潤 對 好滋潤 大家可以試看 如果常常每天喝的話 因為皮膚也會變漂亮 其實對你的肺 幫你排一些 譬如說排檀 其實是都有幫助的 我可以試看 這個腦子 所以說排檢 也會對我們來看 就不會再用一顆 這個腦子 和我的腦子 成為一個腦子 我們來看 這個腦子 是最有效的